二福聯盟 新北市以及台北市社會局 講萬安侯友宜 我們一個都別想好 不要一直甩責任 郭玉銘你是董事 二福聯盟的董事 你12月底你不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如果知道 你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你做了些什麼 你如果不知道 二福聯盟真的實在是讓人失望透頂 所以 陳建仁院長 麻煩你 一個愛孩子的院長 請你來保護這些孩子 請你來主導這些事情 我求求你 不要再讓我們看到這麼慘的遺體 孩子是被林池處死的 他是被林池處死的 不管他好不好 待都不應該 陳建了兩天 但是我知道我必須站出來 我們不希望再有孩子在受害 我們看到這幾天 許多的政治人物都在表現 許多的官員都在呼喊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但是 這樣的一個嚴重的 慘絕人寶 是應該各個單位各自為政 去做不同的呼籍 幫助 兒女的事情 他是跨部會的 我希望從行政院中央這裡 能夠成立一個 跟兒少相關的一個專有的辦公室 不要告訴我說已經有很多的辦公室了 不要再成立了 如果從國民黨執政到民進黨執政都說 少子化是國安問題 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因為零容忍 但是 只淪為口號 沒有積極的作為 為的是什麼 不是任何一個中央政府 或是地方政府都能夠處理的 他是應該要跨部會的 大家來積極的來合作 而不是各自為政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我希望 陳建仁院長 你能夠看到這些孩子 無助的哭喊 做一點積極有意義的事情 再來我要講的是 二萬 我要問林萬億政委 很多年了 我一直在跟您呼籲 積極的 私心的 想要增加更多的社工 是你的期待 是你的期望 但是 這是錯的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這是錯的 如果你沒有把整個 這樣的一個體制跟架構 去做一個全面的改善 你增加再多的社工 這些社工還是陣亡的 他們沒有成就感 他們只是失望的離開這個職場 社工 經驗足夠的社工還是沒有 你理解嗎 為什麼我們社安網會做不好 因為 林萬億政委 你們只願意找學者專家 在辦公室裡面然後看著資料來開會 你們了解食物上面的困難嗎 實務工作者在我們台灣 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 都沒有受到重視 所以所有的這些法規和制度 他都不能夠定定的完善 滾動式的修正與時俱進 因應現在失能家庭 以及婚姻有一些挫折的這樣的一個家庭 這些無辜的孩子是需要被另外一種的機構來做保護的 不是一直放在激養家庭 然後沒有激養家庭就沒關係 這個也可以那個也可以 一個孩子都不能少 但是死了多少孩子 可不可以聽聽我們實務工作者的聲音 讓我們的聲音能夠盡到修法 能夠盡到你們可以在討論的這樣的一個會場裡 尚問俄福聯盟 還有 雙北 新北市以及台北市社會局 蔣萬安 侯友宜 你們一個都別想跑 不要一直甩責任 不要請問俄福聯盟的高層 昨天你們出來開記者會 林志佳董事長說 都是你們的錯 然後要社工出來勇敢面對 請問你們的社工是包案的嗎 接了這個凱開的案子之後 從頭到尾 你們這些高層也沒有督導 什麼都沒有 都是由他一個人處理的嗎 你們都不用看他的報告嗎 督導到哪去了 當林志佳你叫這個社工勇敢的面對的時候 他有錯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還在司法身上 如果他有錯 難道你們這些高層沒錯嗎 他勇敢的出來面對 你們是腦腫啊 你們躲起來嗎 切割得很乾淨啊 王玉民你是董事 兒福聯盟的董事 你12月底你不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如果知道你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你做了些什麼 你如果不知道你們二福聯盟真的實在是讓人失望透頂 你們的執行長也是嚇到爆炸 一開始昨天前天記者在問的時候 他竟然還跟記者說 孩子剛開始換家庭換環境比較不好帶 你這什麼意思啊 你知道外界大家的感受是什麼 你覺得這孩子是因為他會被打是因為他故鬧嗎 你是專業的一個執行長耶 這麼大的組織 再來 什麼叫做難道要拖光光來檢查 你在講什麼 你專業嗎 你們是不是距離社會太遙遠了 關在下拉塔裡面 錢又太多 什麼情況 我跟你們是有一致保有非常好的一個 共同在倡議的關係 但是今天是非對錯 我必須要講 我知道兒童團體很少了 我不應該來講這件事情 但是知道二夫聯盟對許多社會大眾來說 你們是兒童守護的期待 可是你們怎麼可以遭到這種程度 可以甩鍋甩到這樣 還沒有了解清楚 就是說外界的說法是不是 你了解嗎 你怎麼可以幫 你們沒有查清楚的事情掛保證 你們什麼都答不出來 達到荒腔走板 好笑嗎 這是什麼團體 還有呢 侯友營你在幹嘛 講話你在幹嘛 你出來積極的處理了嗎 好像不關你的事 但是衛福部有請我幫忙 好幾年了 重大而略死亡案 家土支持服務體系 我不是答他的表案 我沒有 好 請問12月發生事情 雙北市都沒有人報告 那請問衛福部要把我這個民團的人 拉進那樣的一個群組裡面 來幫助這些社工沒辦法處理的 幫助社會局處 請問到現在 台北市社會局跟我聯絡了嗎 一個都沒有 一生都沒有 躲到哪裡去了 到底在幹嘛 難怪上個禮拜 你們社會局還有人在販毒 搞什麼東西啊 我告訴你 我真的非常的生氣 我很多年 因為我可以坐在桌上 跟政府官員開會 我進到談判桌上 我可以在那邊講話 我不上街頭了 可是 這次的開開案 我真的忍無可忍 全民的火你們聽見了嗎 許多無助的社工 他們在體制上面 他們完全沒有成就感 疲於奔命 清零點水也跑不完的案件 你們知道嗎 能不能改善 需要真的手寫報告嗎 需要用電腦打嗎 可以用別種的不同更精進的方式 簡單一點的處理嗎 讓這些社工的業務量 可以少一點嗎 時間多花一點在孩子身上嗎 甚至是不是可以成立 因應現在的整個家庭結構的變遷 成立一些小型的家園 用政府來監督 社工只要負責在裡面陪伴就好了 不用到處跑 在那邊看這個孩子 看那個孩子 約這個保姆 約那個保姆 約那個媽媽 約都約不到 孩子就死了 一個一個的死 你們說一個都不能少 可是還是一個一個的死 到底要怎樣 我覺得 現在是 如果立法院 真的民意代表們 甚至是各兒童相關的 部會們 你們願意為孩子做點事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凱凱 我們可以改變整個體系 整個孩子身穩活的環境 能夠建構 讓他們能夠更安全的 平安長大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不要在那邊踢皮球了 當大家都情緒 崩潰的同時 我覺得 更要有一些人 能夠理性的出來 站在孩子的角度 把事情做好 林萬一政委 你從還沒找過我 我對你也沒有期待 但是我還是 今天站在這裡了 我還是對你喊話 所以 陳建仁院長 麻煩你 一個愛孩子的院長 請你來保護這些孩子 請你來主導這些事情 我求求你 不要再讓我們看到 這麼慘的影響 孩子是被林池處死的 他是被林池處死的 不管他好不好 待都不應該 不要講那麼多的理由 如果這個社工真的有造假 司法政府一定會還給 這樣的一個事情的一個真相 我們現在都不余設立場 但是 今天孩子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尤其是工部門 尤其是爾夫聯盟 尤其是雙北 這些首長在幹嘛 報告 電道